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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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要讲的一层是消极的一层 在这个时间上画面 我又不会备告 因为每个时间就备告 所以直接念一听 可以吗? OK 开始我们跟大家讲 消极的朋友今年是在12生肖里面 变化最大的 因为消极的人今年是冲泰税 每隔六年的时候 就有叫做六冲 所以无论你和六冲的朋友 来做夫妻、拍担 都会冲击也会很多 六冲的意思是说明 两个人之间的缘算 比较破一点 所以2011年不如一的姿势 也有很多,因事事小心 只剩为有回好 整体的运程来讲 就如满地的地雷 然后又有艰难又困苦 在所难免 所以最好在2011年里 做人要低调 做事要谨慎 应多做好事 然后以求平安度过 在财阴方面 今年就不宜做偏方可发展 就比如说应做易康年的生意 感情那方面 因为孝季的朋友 今年就桃花大好 因此未婚者也有一见钟情的机会 要好好的把握 孝季的男性 就今年桃花也大旺 所以未婚者也可以坚持到 理想的对象 在事业方面 孝季今年的事业上比较为难 在工作上面 他们应该要脚踏实地 必有所获 ok 接下来我要讲的应成是 孝狗的朋友 孝狗的朋友 今年的应成是非常好 超好 大吉大利百五经济 在他命宫中将会有一个 出现最大的提醒叫做 只为荣德吉兴 然后富贵双钱之兆 加上2011年里 桃花印 贵人印 所以应该要好好珍惜 好过2011年里 难得的结果 让自己能够出人头地 或者是更善不及 唯有要注意就是 自己的家人健康 因为会有洋人在心 就是说 有可能会做 有可能会有做手术的生意 有机会力会比较大 那么如果真的是叫不幸运的话 请记得在所顺后 请服用 易康研卓寻找 记得一天要12条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 孝狗的感情 至于孝狗的女性来讲 今年应成是也是很好 然后可以截替良缘 未婚者呢 今年容易遇到理想的对象 效果的男性呢 今年也是桃花有力 可以 可以解释到 异性的朋友 也有机会 解释到理想的对象 在于事业方面呢 效果的今年的事业 运程呢 财运很通 可以有积极的 可以发展新的事业 投资新的状态 上班族呢 应该有认证的做事 只会有贵人提拔 时运转 时到运转 sorry啊 这意思整体来讲 事业也好 财运也好 担心也好 ok啊